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523集 苦悲四 这茶铺看起来生意不错的样子 昨天反是喝过那一壶水的人都有可能中毒 而且 应该已经死了 没得救了 那得死段啊 庞玉叫来了一个小宫 问他 这样的大壶 一壶能到几个小壶来啊 五壶左右 众人算了算 徐子燕他们貌似叫了两壶 毕竟人多 而庞玉一壶 剩下的两壶是被哪些个倒霉鬼喝去了呢 众人问掌柜的对庞玉有没有印象 本想这应该是没什么线索的 毕竟啊 这人来人往的 谁还记得谁喝过几壶茶 谁知道那老头竟然还记得庞玉 小侯爷们 开封的人都认识的 那他之后谁喝了茶水 你还有印象吗 老头听了 就气得一摔抹布 说起来就生气啊 那天先是有几位大爷路过喝茶 貌似是去赶着卖茶叶的茶商 他们前脚走 小侯爷后脚就到了 喝了茶也走了 可小侯爷刚走 突然来了个醉汉发酒疯 将我这点茶壶都打翻了 害得我要重新烧水呢 众人都一惊 同时也喜 这就意味着没有伤到其他人 并且那个醉汉极有可能就是凶手 那醉汉什么样子 你还记得吗 老头叫来伙计 两人都想了想 说穿得破破烂烂的像个乞丐 特点嘛 就是有些博 众人忍不住皱眉 又是博足 伙计和老头回忆半天 都没看清楚脸 展昭等人无奈 不过好歹也有些线索 听着感觉下毒的有些像那个博足的鬼面人 众人边喝茶边聊着 果然就闻到了一股怪异的味道 从远处传来很是兴气 同时又有些葱蒜爆炒的香味 这什么味啊 伙计乐了 指着不远处一家客栈 哦 那家客栈掌柜子的女婿是个跑船的 也不知道从哪弄来好些个鱿鱼 他们家厨子就变着花样炒鱿鱿鱼 拿大蒜叶爆炒再加点辣 别看闻着奇奇怪怪的 吃起来可带劲的 而且还有别的呢 什么雪菜鱿鱼啊 烤鱿鱼啊等等 卖的也便宜 众人听后觉得既然问题出在这家茶铺 那似乎跟那家炒鱿鱼的客栈关系也不是太大 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 阿东卫里有炒鱿鱼 而他可能是因为鬼面具而死 甚至旁遇惹来杀生之祸 也可能是因为那张鬼面 于是 是不是就能推断 那张鬼面具是在这附近买的 掌柜的 这附近有没有卖面具的地方 面具 哪种面具啊 小孩带着那种小老虎 小兔子的吗 老头边问边偷偷瞧小四子 他打从刚才就看见这白白胖胖的小娃娜 跟画里跑出来似的那么可爱 鬼面 老头吓一跳 骚着头想着这时一旁的小伙计突然开口 专门卖鬼面的就没有 不过我知道苦碑寺里有鬼面 众人都微微一挑眉 苦碑寺 多么耳熟的名字 正好和王月明 徐子燕他们那位曾经的同窗 出家做了玄宁大师的万芳安 在一个庙里吗 寺庙里为何有鬼面 这苦碑寺不是一般的寺庙 那里供奉着都是罗汉 还有什么苦难菩萨地灵之类的 整个庙都挺吓人的 香火也不算旺 不过庙里除了佛像 还有很多带着鬼面的人像 苦碑寺 是驱鬼的寺庙吧 对的 伙计点头 众人都看公孙 这种驱鬼的寺庙的确如此 庙里除了菩萨 还有很多妖魔鬼怪 去这种庙求败的 大多是觉得招了小人了 而庙中会有很多人像 戴着各种特色的鬼面具 代表着各种不同的小人 这么说 那个阿东可能也是到庙里面 找鬼面具的吧 这么巧万方安又在苦碑寺 不如去他 你们还去不去除有约啊 众人面面相去 都下意识地看白玉堂 天尊刚想拽白玉堂 展昭突然将他一拉到自己身边 不去了 先去苦碑寺再说 说完展昭拉着白玉堂跑了 跟怕人抢似的 天尊笑着摸了摸下巴 摇头跟去了 这个怎么个意思 大概人太多了 展昭觉得不太好 下手吧 下手什么 赵普一手抱着小四子 一手搭着公孙的肩膀 嘚瑟撞 自家的事情 自然是要自家关起门 来慢慢说 干嘛跟人家分享啊 是不是 公孙捏着赵普放在自己肩膀上的手 甩小强一样甩掉 嘟囔了一句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说完 公孙抱过一个劲点头的小四子 你点什么头啊 你懂啊 小四子眨眨眼 公孙抱着他 追前边展昭他们去了 后边 赵普和肖良动作统一地抱着胳膊 瞧着前边的一大一小 坏笑 庞玉也拽着包炎走 却见包炎似乎有些不安 东张西望的 小板头 你干嘛 那什么 你觉不觉得凉壽壽的 我怎么感觉 好像有人在看我们 哎呀 你别疑神疑鬼的了 天尊都在呢 怕什么 这倒是 前边 白玉堂看着拽着自己袖子跑得贼快的展昭 微微地笑了 展昭回头 正好就看到白玉堂略温柔的笑容 展昭一惊 伸手掐他脸 玉堂 那面他好了 白玉堂无语 展昭边捏白玉堂的脸 边往后看 就见天尊又差点跑进路边的铺子里 幸好被包炎和庞玉拽了回来 展昭放开白玉堂的脸 又和他一起往前走了几步 嗯 你觉不觉得 好像有人在看着我们 白玉堂微微一愣 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处 有些不解地看展昭 没感觉到有人跟踪啊 展昭摸了摸下巴 又看了看后边跟庞玉包炎 玩得挺开心的天尊 貌似也没察觉什么异样 大概是他多虑了 哦 白玉堂让展昭的注意力转了回来 展昭转过脸 就见白玉堂蛮欣慰的样子 知道他因为逃过一劫 不用吃什么大蒜鱿鱼 所以松一口气 就笑着一指他身后的烧烤铺子 玉堂 吃炸臭豆腐吧 果然 白玉堂的表情僵住了 白玉堂哪里面烫啊 正想着 展昭看到白玉堂头发上 不知何时 沾了一片细小的树叶 就一伸手帮他摘下来 同时 展昭又一次皱眉 不是他的错觉 的确有目光注视 而且似乎还不是什么善意的目光 展昭收回手 就感觉那种灵力的目光也消失了 我和玉堂亲密一些的时候 那种目光才会出现啊 有点意思 展昭等人到了苦碑寺门口 却发现庙门紧闭 庞玉跑上前砸门 好一会儿 大门嘎吱一声打开 一个小和尚跑了出来 打了个击手 阿弥陀佛 几位施主 本司今日不招待相课 请施主们改日再来 哎 干嘛不接待相课 呃 这个 树小僧不能告知 众人见小和尚吞吞吐吐的 就知道估计是出了什么事 展昭就拿出开封府的腰牌给他看 小和尚一愣 抬起头 大人是官差 嗯 开封府展昭 众人默默地在一旁眯起眼睛 展昭不疲不吃货的时候还是很靠谱的 特别是他一亮腰牌说一句开封府展昭的时候 猫猫好帅气 我不帅啊 照顾有些吃味 描他 小四子赶紧搂住他脖子补救 九九也帅的 九九最帅了 嗯 这还差不多 小四子 怎么一点原则都没有的 你要是跟儿子一样乖就好了 小和尚看到腰牌后 叫展昭的语气竟然是又惊又喜 一把抓住他的袖子 展大人 救命啊展大人 展昭微微一愣 白玉堂又皱眉 因为他注意到小和尚抬起手 手下的一节袖子上沾了不少血 白玉堂指了指他的袖子 九位大人 随小僧来一看便知 说着 小和尚打开门 引着众人进去 众人一路走 莫名有些不好的预感 该不会下一个遭难的铜窗 就是玄宁大师 也就是万方安吧 跟着小和尚穿过黑漆漆的走廊 经过了庙内的两座大殿 众人都忍不住皱眉 这苦杯子够吓人的呀 两座大殿都是圆形的 四周围坐着一圈罗汉和菩萨 说来也奇怪 这些个菩萨并不是慈眉善目的 而是一个个面目猙獰 双眼直勾勾望着大殿的中间 俯视着站在地上的几个人像 这几个人像更加恐怖 看起来是男女都有各种形态 而且衣着各异 但是一样的地方 就是都戴着一张鬼面具 这些鬼面颜色各异 样子也各有不同 白玉堂和展昭看了一圈之后 突然一起伸手去 拿同一个面具 那是一张白色的鬼面具 和那晚上的鬼面人 佩戴的竟然是同一张 但是啊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 该怎么形容呢 哇 这看着应该是一样的面具啊 但是怎么感觉这一张 比那天晚上鬼面人淡的那张 还要吓人呢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我 我 我 谢谢观看